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是把它当成坦克了吗 看过蝙蝠侠的朋友们一定会惊叹 这辆车简直就是蝙蝠侠战车与摩托车的结合啊 简直就是陆地上的飞机啊 据说它能拉着装载110吨的大货车跑 牛X 这辆车的售价为50多万美金 不过买来只能看看 全球进行 可惜了 哇哦 这辆摩托车居然只有一个轮子 太迷你行了吧 这辆最小的摩托车 是由瑞典的Tom Weberg打造的 它最高时速可达一小时2000米 车座高度只有65毫米 不过帅哥 你是坐在轮胎上的吧 世界上最早的一辆摩托车 是由德国戴姆勒制造出来的 这辆摩托车装有一台 单杠风冷四冲全发动机 气缸工作容积可达264毫升 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2000米 小金不得不说 人类真神奇啊 这辆车真的是超贵的 售价足足就要3亿5000万人民币 这是在买城堡吗 它是由百货公司生产的 小金不禁吐槽 你一家百货公司不去卖百货 来生产这么贵的摩托车干嘛呀 各位小伙伴们 你看到这些超酷的摩托车 有没有喜欢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是小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